中方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椅类仪馆以来 少数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采取了不科学的入境限制措施 中方以最大诚意 奔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与有关国家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详细介绍了中方优化调整防疫措施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当前中国国内的疫情形式 但令人遗憾的是 个别国家仍然执意针对中国 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并有理由采取必要的对等措施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将疫情防控政治化 认为应当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我们愿同各国一道 为中外人员的正常往来 创造更多的便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